2023年1月二档会员游戏现在可以下载了 众头戏有两个 一个是鬼器5 有PS5版也有PS4版 虽然上面写的是日语和英语 但实际上是有中文的 它自动会下载亚洲语言包 这款游戏的PS5版是4K分辨率50到60帧 占用空间42G 而且支持PS5手柄的震动和扳机立反馈 右侧这是PS4版 第二款值得推荐的游戏是龙珠Z 这是一款格斗游戏 虽然它是PS4版的 但是它在PS5上是支持1620P60帧的 容量不大 只有4.16G 二档游戏库的游戏 只要它在库里 我们随时都可以下载 你等到3月份4月份 如果这个游戏还在库里没有出库 你仍然是可以下载的 我感觉这一作真实还原度特别强 第三款 蝶血复仇 这是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有PS4版也有PS5版 是一款打僵尸的游戏 我之前在PCGP上用电脑玩过 这款游戏是支持中文字幕的 游戏需要95.46GB 太大了就不下载了 后面还有两款叫奇异人生 都是PS4版 这款是有中文的 这是前传 是英文版 这款游戏叫正当防卫4重装版 之前一档会员汇免过 游戏需要42GB 这款游戏在PS5上 它的分辨率是2K 帧率只有30帧 它没有做过特别优化 在PS4 Pro上也是这个效果 玩起来时间长得有点晕 但是小孩子很喜欢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这个游戏没玩过 支持中文 这款游戏只有英文 看画面不错 貌似真人演出一样 下面再看看三档游戏库 一共增加了这几款 我个人都不是很感冒 这个赛车游戏 看上去还行 但是画面一看 这就是PS1时代的游戏 我们再看一下游戏试玩 看到了吗 美国末日一代的PS5重制版 可以试玩了 可以试玩两个小时 游戏占用78个G 瘟疫传说二代 这是一款新游戏 也可以试玩了 这款游戏50个G将近 但是它的PS5上 只有4K30帧 还有两个卡丁车 一个是PS4版 一个是PS5版 海绵宝宝卡丁车 看上去也不错 我感觉一月份的游戏 还是不错的 二打会员游戏 三打会员游戏 还有三打会员游戏 试玩都不错 算是一次比较重磅的更新